大家还记得当年暖春里的孤儿小花吗 小花被爷爷捡回去之后 特别懂事地对待自己的长辈 希望得到爷爷和沈娘的爱 当时那部剧真是催人泪下 小花悲惨的背景和懂事的性格 更是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上 而当年的小花已经成长为少女 她就是张岩 因为电视剧暖春 张岩获得第27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优秀女演员奖 她的名气也随之在影视界上升 张岩家庭背景特别普通 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在影视界中摸爬滚打 取得一番不小的成就 而如今长大成人的张岩 是不是一眼看去 一点都没有当年小时候的那些印记呢 真是女大十八遍 如今的她已经退去了当年的志气 更显成熟与稳重 而且她在热播工作大剧《甄嬛传》中 扮演斯阿哥、侧福剧《青鹰》 是不是完全看不出 她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巴拉呢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剧本题材 她都可以将剧本里的人物 演一个灰色灰色